姆巴佩说 来大巴黎吧 黄马能给你几个子 头号球星姆阿佩从姆阿哥请到了大巴黎 花了一点几亿 同年大巴黎4比0主场狂虐巴塞罗纳 然后呢巴塞罗纳就发现维拉蒂非常抢眼 准备私下联系维拉蒂 然后呢把维拉蒂带到巴塞罗纳 准备给哈维和伊尼斯塔整个替补 但主场巴塞罗纳给世人一个惊喜 6比1狂扫大巴黎 然后巴塞罗纳球迷一顿欢喜 没想到那个夏天 大巴黎不讲武德 2.21打破世界纪录 把内玛尔带到了大巴黎 这一下MSN解体了 直接导致巴塞罗纳 充施好几个欧冠 然后就一路下滑成立到下滑 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反弹 姆阿佩和黄马没来眼去 但姆阿佩可能转回不了黄马 本泽马有可能转回大巴黎 那本泽马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斯伊罗一走 本来本泽马也没能当大哥 没想到来的个阿扎尔 但是阿扎尔来黄马是养伤的 拿着2000多万欧元的年薪 还有一个贝尔 3000多万欧元打着高尔夫 就本泽马前少 一年950万欧 不到1000万 然后呢 阿扎尔和本泽马 他俩正心连续的球也没有 本泽马一个三季进的多巴 干了最多的活 挨了最多的骂 挣了最早的钱 本泽马凭啥留在黄马呀 如果他要去大巴黎 至少连行2000欧起 整好了 2500万也有可能 现在呢 大巴黎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要大巴黎本土化 吸引更多的法国球星加盟 作为法国数一数二的球星 当然吸引本泽马是最大的利好了 那么你认为黄马这个夏天 会加薪留下本泽马 还是说赚点转贵费 让本泽马去往大巴黎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